6.热能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热能来推动 可见热能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且由于组织器官运作可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 故组织器官运作与热能作用是相互依存、协同进行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 以热源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会只增不减 比如饮食 身体虽可将温热性食物经组织器官吸收后转化成 能够提供身体使用的热能 但维持组织器官运作却会消耗热能 同理 以按推改善体伤 热能不会只减不增 这是因为 按推在消耗热能的同时 也能使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加快将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由此可见 改善热能不足 不能只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以力吸收转化 改善体伤 也不能只靠按推 还要配合热源 以供运作所需 所以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的按推与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都必须在身体能够接受吸收的范围内 妥善调配 灵活运用 如此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好 这一段一路读下来 看得懂吗 看懂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错 以前第一段很难读的 现在改到现在这样 我觉得大家都容易理解 重点只有 就是要告诉各位 按推跟热源的使用 最后的不能单独使用 都不能单独使用 都还要有其他的配合 好 那大家看得懂 我就不再解释 进一步 看下一段 身体随时都在运作变化 消耗热能 生病时消耗更多 体质会趋向更寒 故体内的热能只会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可说 根本不存在热性体质 既然如此 那么据判定热性体质的热向症状 如怕热 口破 洗冷饮 灼热感 肿痛 肝血 发烧 潮热 口苦等 或含热焦杂体质的含热向症状 如中医所谓的虚火 上热下寒 表热里寒等 皆属果而非阴 只要外置手法及外内热源到位即可化解 因此不可将果作阴 误认为真有热性或寒热交杂的体质 此外 以上种种热向症状 即使有轻重之分 究其原因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在处理上 不但不可冰敷及服含量性钥匙 还需在按推原始痛点或换处后温敷 乃至服温热性钥匙 好 这一段有一点把原始点的领域 再进一步澄清 就是一般中医 他们从皇帝内经开始就有 寒热底子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脉象树者寒之 寒者热之 就是一开始就有寒热的 所以中医几千年来 就是一直在变体质的什么 寒热 比如说阴阳啊 寒热啊 气血啊 吸食 种种 那在原始点里面 有没有寒热的问题 这一个是很根本的 那有不一样的理论出现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就是不用吵 就是用患者来证明 因为医学无非就是怎么样 解决患者的症状 这个就不用争了 那原始点是一路做出来的 也就是这样在做过程中 终以确定真的没有寒热 只有喊而没有的 那这个理论要讲其实 那是在好像2010年到2012年 我好像就发表了这样 那之后我就没有再改变了 但也就是那时候发表之后 好像引起中医的一片塌滑 应该是可以这样说 那中医就慢慢离我而去 我就开始越来越孤单了 但有时候想一想 真的是讲不了 那我一路这样做也确定 确实我没有用冰敷过 那代表一件什么事 大家都冰敷有效 而且你看到最后解决重病患素体伤 都要重用什么 外面热源 没有一个是可以用冰敷的 所以这就可以 尤其这一两年的大突破 反而是在热源上 那就是越走反而更确定 越坚定 那只能说这个寒热的问题 留在他们自己去解决 那我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用你来说就是热冷 它主会不足不会越来越多 你们自己就可以感受到 你们坐着早上听课 你们是用什么来听课 用耳朵还是用眼睛 鼻子 用耳朵用眼睛是吗 然后没有用心吗 如果用心 所以到中午的时候 你用了那么多器官跟组织 那会不会热 饿 对啊 你们坐着也没有做什么工作 比我还轻松 但你还是饿啊 那就代表 为什么要补充热源 来改善热能不足 你如果没有吃到最后会怎么样 四肢无力 体力虚弱会不会 一定会 所以这很明显嘛 一定是热能不足嘛 那吃了补充热源之后 哎 身体就好 那补充如果吃蔬菜是寒凉 或米饭是寒凉 有没有办法补充热能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它认为没有的 是在消耗很多热能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没有人敢举手 不随便啊 寒凉食物有没有补充热能 有啊 我前面已经讲过 有没有医疗与保健 不管是寒凉或温热性食物 经身体吸收后转化成热能 有没有 一定会嘛 所以你不吃更长 但你吃寒凉跟吃温热 热差别在哪里 吃寒凉的人就会消耗更多热能 去把它吸收 那吃温热你就不用消耗这么多 那从我们人体的结构也是这样 你看人体都是恒温的嘛 对不对 恒温动物 如果你吃寒凉的进来 你喝了很多饮料冰了 你想想看你最后要上厕所的时候 拉出来的是寒凉的吗 蛤 不是啊 有没有温度 那身心温度从哪里来 身心温度从哪里来 体力的热能来的吗 对吧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嘛 那一定在消耗嘛 你吃寒凉的消耗就更多 你用温热的就不用消耗那么多 它就出来也是温温热的就是这样 那道理已经再清楚 好 再从因果来推论好 那热相的症状 我们知道症与状是果还是因 果嘛 那你从症状 看到症状是热 不能说外面的热就等于体质的什么热 我不等同于因耶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却不可僵活作阴啊 误以为 你看到了 他口干舌燥你就以为 这个是热性体质啊 你把头部皮箱揉一揉 然后再温敷 他口干舌燥有时候就发觉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路都是做出来 那所有的症状 我们从原始点的角度 又可以更进一步厘清 所有症状 不管是寒相热相的症状 你要处理它都要用什么 体相跟热能不足 那热能不足是温敷还是冰屋 温敷位所有症状都是这样 我们已经说所有从 诊断与治疗就开始讲 从理论的角度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嘛 所有会出问题 也是体相跟热能不足 从原始点的发展 实际在操作 按推还有热源还有各种保健 也确定所有疾病皆是因为什么呀 体相跟热能不足 这已经都证实 所以从理论跟临床都已经站得住脚 所以等于这已经是无庸在辩论 但是我讲了那么多年 我发现读医的人喔 比较固执一点 我的看法是有这样 你看我讲了那么多年 很多中医师读过我的书喔 也有很多中医师在偷偷用 但是患者来他们还是帮他把脉说 哎呀你这个很热喔 要吃一点寒凉喔 有没有 还是会有 然后按推的时候 他扎针就扎在我的原始点上 很多啊 我也就不细数了 那你看他们心中是充满矛盾 遇到跟云莱的理论 这样不 这么大的不一样 他们心中真的是充满矛盾 他们到底要信皇帝还是信张昭浪 最后他们大多数还是选择皇帝吧 皇帝还是那个位阶比较高 我只是一届平民百姓而已 但真理底下其实没有高下的你知道 所以我也只能说这几年讲下来感觉好像 综艺你看今天有综艺兰吗 有没有 读中医的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不错啊 还有一个你胆子好大 好 所以你看这几年如果照理 中医用的我的方法会很快 但是他们还是 这心还是放不下 很奇怪 我就是感觉 那所以我才说 一个伟大的医师啊 他一定要必经过什么 经历生死 他深刻的体悟那 生离死别的痛苦之后 他才能够慢慢的放下我知我见 他经过痛苦他知道 真的所有一切的医学就是真的为了解决疾病 而不在乎我的 这个现在的地位或名声或是什么样 都可以放下 如果能够经历生死 我认为他才可以脱胎吗 要不然没有经历过 很难啊 所以他们的心态我也能理解 我也不会在乎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也当综艺师啊 但你知道要把诊所关掉 我好不容易考上医师耶 考医师不容易啊 在台湾也是不容易的 要背的书比人高 我一样这样背过来 我不是偷鸡其小作弊来的 一样的要背 他背来好不容易有这样的身份地位 你叫我把诊所关掉 我那一张医师的牌照就放在家里 已经闲置了十多年了 我说不再用 这个要有破例 那为什么有 我是自然而然 其实也没啥挣扎 稍微留意一下 真的要关吗 还自己问了自己几次之后 对啊 本来就是要关了 然后到台北创办基金会 这样我才脱胎化 我才真正把原始点一点一滴的 包括现在的礼物才完成 如果我现在还在看病 你们看不到原始点的书 所以有时候确实是要经历过一番 这样考验之后 人生才有办法再提升 那很多医师大部分都是天之骄子 因为一考上 在台湾当医师 应该都日子会过得还不错 目前是这样 很少人当医师要改行的 很少 我很少听到 那像我这样也是因为 经历过生理识别之后 我知道医师就是救人 没有其他 也不要有其他想法 所以如果能够这样才能放空 能放空就能吸收 他就能够真的为患者 然后把听来不同的用在患者身上 然后去验证 到底随时才是真的 是古书讲的是真的 还是那个姓张的那一个 是不是有没有乱讲 他去验证就知道了 那我的态度现在在改这些 其实我只能说 我对自己负责 因果之负就是一句话 我如果写错了 以后这你们做的 因为我写错 你们照我的方法做错了 你们这些最过 最后都我应该都要留一份 那能够走到阴天中的编定 都这样做出来 而且现在连重病都克服 那也确定了 所以这里已经这一页 这一段都在谈中医 对我而言已经是过去式的 一个人不一定要征求人家的认识 我的感受 从一开始我在写原始点 不是赞叹的多 我是听到的什么 批评的多 因为一个新的理论 新的概念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可能认合你的 但是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今天 发现你批评你的 我写我的 我也没有时间理你 那你要来听就来听 不来听也OK 所以我现在的态度也蛮智障 书写出来以前都常 每次一版出来我都有一种感觉 两岸原生停不住啊 新洲比过万重山啊 所以这里对于热 已经没有什么好辩驳 但这一个确实是中医很难改变 我非常清楚讲这里 所以我认为我跟中医越走越远 中下的因是在这一栋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这一段 是根本的差异 好 以后会不会再 因为禁忌前嫌 好 携手合作 除非他们改变 我是不可能改变的 好 所以这一页 我认为已经定案了 我不会再改变 未来也不会改变 好 那以后 如果你们真的学原始点 不要想太多 就是这样做 没有热性体质 全部都是含 含多含少的问题 该温敷就温敷 该喝姜汤就喝姜汤 没有其他 我们看下一段 不论含量性中药 或含量性吸药 如点滴 烫生素 消炎止痛药 退烧药 肋固醇 马飞 不论他 直接抑制 症状 甚至使疾病痊 痊愈 但对虚弱者 含量性吸药 不但不能被身体吸收 运作以抑制症状 反而因其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 导致病情恶化 甚至危及生命 事实上 体力还好的人 最后能使病因改善 疾病痊愈 主要是靠自身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的修复 但病人及医师 却误认为是这些含量性吸药的功效 以至有人长期服用 日日消耗热能 导致体力越来越弱 此时若仍不知含量性药食的危害 而继续服用 必然会使热能蓄降 体力更弱 如此颠倒 必显危殆 好 这一段讲的是 比较偏向西医的 为什么我一直说要温热 但西药是含量 为什么还有人因此而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人 那病人的体力怎么样 还不错啦 他可以吸收啦 那如果是重病的 已经奄奄一息了 体力很差又怕了 他一吃就恶化 这我们临床上都蛮常见 到底是在这里 好 那这些大家都看得懂 我就不再多说 下一 最后一段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随着年长体衰 体内热能会越来越弱 即使善用医疗保健之源 也无法改变热能趋弱的事实 医疗保健之源 虽然无法维持热能不衰 使人得以不老 不病 不死 但却可以减慢热能衰退的速度 使人得以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增长寿命 即使最后仍不免一死 但若能避免使用侵入性治疗 及含量性药食 在热能没有额外耗损的情形下 就可以善终走得很安详 由此观之 要健康长寿乃至善终 就要善用医疗保健之源 即日常起居及药食 需避免寒凉的侵害 同时重视热源的补充 并且加强运动 适当休息 放松身心 欲有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则需配合按推原始痛点才行 最后 若人生确已走到尽头 就让生命自然的凋零吧 原始点不能让你们 不老 不病 不死 只能让你们怎么样 延晚衰老 治疑疾病 还有多活几天或几年 好 如果到了要死之前 还要不要去急救啊 真的吗 对 我也认为善终 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 最好就这样走吧 平静静地走